做得更好 那么请我们欢迎留学生战队 莫纳什大学代表队 好 那么四位选手的自我介绍就交给你们 莫纳什大学长爱子 莫纳什大学风海天 莫纳什大学李廷 莫纳什大学保安浩 问候代表各位 欢迎欢迎你们 那么接下来今天的做客的队伍是一支新队伍 也就是在我们此前的比赛里面还没有亮相的 这支队伍非常有特点 首先呢他们这支队伍里面有一队 在现在我们的华语变谈里面很著名的神仙眷侣 其次呢他们也是老友赛的老友了 因为他们是第一届老友赛的冠军 让我们有请澳门大学代表队 欢迎你们 同样自我介绍的时间交给你们 澳门大学胡天宇问候在场各位 澳门大学林杰英问候大家下午好 澳门大学刘晶晶问候各位 澳门大学郑博文问候在场各位 那么按照赛制呢今天的辩题呢同样由主场方来选择 那么莫纳什大学的同学们选择的辩题是 人类应该还是不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莫纳什大学的持方式不应该 人类不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澳门大学的持方式人类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关于体解 人工智能是现在很显然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但是呢今天呢 关于人工智能的未来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忧虑 包括人工智能是否是可控的 包括人工智能在未来人类社会 我们对他们的依赖程度 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社会一些 我们长久以来坚持的一些原则 因此呢 我们是否应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否应该减少人工智能的投入 或者控制他们的速度 或者要提前建立和人工智能相匹配的一些机制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赛场的 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赛制呢 莫娜什的同学们给我们设计的比赛风格 从启程和三个阶段的分别是 厚重深入以及深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场比赛里面 会听到更多的质询和关于特定问题的 更加深入的对战 好 那么准备进入比赛环节 首先再起厚重阶段 根据赛场成设计 分别是主场首先陈词两分钟 然后是客队陈词五分钟 最后再由主方陈词三分钟 那么正方的同学们 两分钟首先的陈词时间 时间交给你们 请把握 谢谢主席 所谓人类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指人类对人工智能发展速度 及发展内容的框定 是人类主动给予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 我们来想象我们其实是在玩一盘叫做文明的游戏 人工智能不是简单的一门学科 它实际是文明发展这颗科技术全面的生长 人工智能目前在人类科技术的最上层 这个区域的点亮 也意味着首先点亮 包括数学 精神分析学 心理学 神经脑科学 自动化工程学 高分子生物学 语言学等多个科技术的分支 只有多个技能包被盖到的时候 文明才能点亮人工智能的全部光芒 科技术发展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拓宽认知边界的过程 同时在研究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们还会加入感性和直觉 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机互动 以及在数据量不够时 跟人一样做出判断 为了加入感性和直觉 我们解开了感性和理性的黑匣子 发现所谓感性和直觉 本质上是人类历史数据 带来的工具理性的结果 比如说道德 它会被我们理解为是一种直觉 以及内心的偏好 或者叫做价值理性 但是其实根据康德哲学 我们知道我们因为理性上 知道任何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因此个体行为为普遍行为立法 我们必须对他人的落难施以援手 才可以更好地保证自己落难时候能够被救 而正是我们明白这些感性和直觉的来源 才能够赋予到人工智能上去 现状下人工智能听起来特别厉害 但实际上还是个高级版的算盘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 人工智能的实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它现在的状态还是单纯的数据积累 比如说我们要教会人工智能识别一只猫 其实是给它大量的猫和不是猫的图片 然后让它从中获得奖程的数据的累积 从而知道猫是什么 也就是说简言之 需要多少人工智能 其实本质上是我们需要了多少人工 目前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算盘 民方到底在担心个啥 好 谢谢 下面有请客对方 陈词时间为五分钟 请把握 好 谢谢主席 我们来看 中央部有两分钟 其实什么都没有讲 他只告诉我们 第一 他告诉我们是 所有人类的科学 必须全部点亮人工智能 才有实现的可能 那就请问 今天是不是一定等到人工智能实现了 我们才对加以限制才来得及呢 我方认为 即便您方说的全部点亮 才能实现 也应该在他实现之前加以限制和警惕 第二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人工智能就是一个高级版的算盘 对方没有 我方并不这么认为 首先 从事实的例证就可以看出 俄罗斯就已经在执行一个阿凡达的计划 它已经在 相近在2035年就能够将人类的意识植入电脑 今天韩国的这个韩华system 也在致力于发展自主武器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它只是一个高级算盘的话 全球来自于一千多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 要签订这个奚落原则 来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如果它是高级算盘 如宁方说的这么不可怕 我们所有的全球科学家又在担心什么呢 所以宁方今天两分钟的立论 我方认为不能够成立 那接下来我方将对我方的立场进行立论 我方认为今天人工智能应该受到限制理由 很简单 就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科技的产物 它必须与人类的福祉相同一 一旦它出现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对它进行限制 这个理由一点都不新奇 可是它是实实在在的理由 2017年的时候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来自全球一千多名的科学家 就定了一个23条原则 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 我方今天的立论也是基于这23条原则 和我方对于科技伦理的理解 来提出对人工智能应该提出来的三大块限制 首先第一块就是 人工智能必须遵守人类的价值观 并且完全认同和遵守 这里就必须要提到人工智能的能力 如您方对方便有所说 你只是一个高级算盘 可是我方并不这么认为 它的能力可怕 值得人类忌惮 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自主武器的研发 什么叫自主武器 就是它的设定杀伤目标 执行杀伤方案和完成杀伤的行为 都是由武器自主设定的 我方不能够想象 一个拥有希腾乐视道德的 自主武器的人工智能 它会对人类做出什么事情 第二个人工智能 特别让人警醒的地方 就是现在已经有科学家预测 当如果人工智能 它具有很强大的自我进化 和自我学习地规能力的人工智能 如果它的早上拥有黑猩猩的智商 下午就拥有爱因斯坦的能力 到了晚上人类就对其望其向北 我们也知道 谷歌公司开发的 AlphaGo Zero的版本 仅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超越了打败离世时的那个版本 试想一下 如果拥有如此强大计算能力 和网络渗透能力的人工智能 我们不对它进行道德观的限制的话 会展身怎样可怕的后果 同时这里不得不提 这还有个技术上的难题 人类自己对于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公平 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杀依旧把是不是正义的 这一类的道德价值观 都是模糊的 又怎么能够清晰地 传递给人工智能本身呢 所以我方认为 如果要开发高自主性的人工智能 必须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才可以 第二个 针对相较于比较弱的人工智能而言 我方也认为 它的发展应该与 社会分配改革的速度相匹配 2035年根据牛津 2033年根据牛津大学的研究 这个 这个全球已经有非常多的职位 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比如说这个 保险员 推销员 公交车司机 甚至律师 他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英国人就用了两代人的时间 去消化第一次工业革命 带来的负面影响 可是我方发现 今天人工智能的产能 和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产能 根本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 而且人类应对这种产能过剩 劳动力无法消解的问题的资源 也远远不如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有大量的殖民地 可供资本输出和劳动力的输入 在全球化的今天 我们已经没有空白的市场 可以消化这一部分的劳动力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政府 能够提出一个可行的 合理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方认为 在这个方案出现之前 那么弱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也应该与社会分配改革的速度相匹配 最后一点 第三点 也就是所有的科技 都应该面临的伦理道德的限制 简单来说 现在有一些人工智能领域 是在研发 怎么样将人类的情感反应 传递给人工智能的 那比如说 需要像人工智能 传递什么是恐惧 就可能需要人体试验 来让它体会一个冰死的感觉 这种人体试验是有危险的 第一它可能会给试验者 带来后遗症 第二它可能会涉嫌虐待 所以我方认为 所有的科技伦理 所有的伦理界限 对于科技而言 都应该遵守 知情同意 风险可控 隐私保护 以及不得虐待的四个原则 人工智能 也不能逃脱这一例外 所以最后 按照对方 便有您方今天的立场 您方必须完整地 解决我方提出来的三大限制 您方的立场才可以成立 谢谢 谢谢 那么主对方 接下来仍然有三分钟的 补充陈词时间 请把握 谢谢主席 都要没有 今天所担忧的是 强人工智能的出现 当他们强大的算力 并且具备自我意识以后 他们讲的是 害怕他们超越人类 各位 我方完全认同 但我方需要诚实地跟大家说 人工智能可以超越 现在的人类 就是我方认为 不应该限制的根本原因 为了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 这个不限制的原因 我们需要跟大家理清两个问题 一 什么是真正的人 第二 什么是人的使命 什么是真正的人 你的肉体是真的你吗 还记得青年有一部电影 叫做你的名字吗 男主角叫利花龙 有一天他做梦醒来 发现自己竟然长了胸 他揉了揉自己的胸 他突然脸红了 为什么会脸红 如果是自己的胸 没有必要脸红 因为他那个时候实际穿越到了 一个叫三叶的女生身体里 那他是谁呢 别人眼里他是三叶 可是他和我们都明明确确地知道 他为什么脸红 因为他不是三叶 他是利花龙 那个思考的他 才是真正的他 会思考的自我 才是真正的我 近代哲学是这样论述的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我们可以怀疑一切 怀疑有没有上帝 怀疑有没有肉体 有没有人类 但是没有办法怀疑怀疑 因为我们在怀疑 通过对怀疑的确认 确认怀疑的主体的存在 所以会思考的自我 才是真正的自我 康德也说过 人应该是欲望的主体 而不是欲望的奴隶 简言之 会思考的那个理性自我 才是真正的我 帕斯卡尔说一句话 叫人是会思考的芦苇 我们和芦苇有什么区别 就是因为我们会思考 所以芦苇不是人的本体 会思考的自我才是 因此我们不妨得出一个结论 叫做会思考的自我 才是真正的人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人的使命 人在启蒙时代以来的使命 经历过两种设定 第一种是DNA赋予的 它有强大的想要 复制自我的欲望 我们作为它的宿主 吃饭 睡觉 做一些羞羞的事情 都是为了能够 让它更好的繁衍 我们与动物无异 还有一种是神赋予的 我们成为了它们的羔羊 但是启蒙运动以来 那些曾经控制我们的DNA思维 和神秘价值观 都被理性消解了 马克思韦博说 这就是去除蒙昧的过程 人类开始觉醒 开始探求与确认我是谁 从单纯的生存中解放出来 从动物的本能中解脱出来 把理性置于至高的地位 赋予我们共同的使命 发展文明 按照佳谋所说 我们进入虚无 开始寻找意义 基于以上两个结论 今天核心的探讨在于 我们看到发展文明 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能和理性 但被束缚在肉体和DNA统治中的人 理性发展被制约 突破制约 突破肉体的局限 进化是我们文明的需求 就像我们不断地更迭自己 一代一代的人 从奴隶制走到了今天 只有具备更高的能力和知识 摆脱制约的下一代人 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 人工智能具备强大的理性思考能力 这由对方便有所说的 它发展会不会产生自我意识 它继承了人的本质 从文明的角度 人类不应该限制人的进化 不应该阻碍人民的进程 人工智能是我们的进化 是下一代人 是新人类 谢谢 好 谢谢 起的阶段 利润部分完全结束了 那么现在 好像三位评委 并没有对这个双方的利润 现在有表达偏好的 有没有想现在就要介入的呢 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那么进入第二个环节 乘 采取的风格是深入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质询和陈词的一个结合体 总共双方各自有六分钟的时间 那么根据主方的设计呢 首先主方质询三分钟 然后反方质询三分钟 其次是各自的三分钟的陈词 好 那么由主方先开始 主方的陈词的选手 以及被质询的选手出列 主方可以开始 对方质询你好 我们先确认一个小小的对方的利益 对方质询是说 我们要限制 就是人工智能被当作5G去使用 这是一种限制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没问题 请问我们限制刀的发展 和管制刀具两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吗 我们就限制 为什么要管制刀具 不得让刀落在坏人手里 这就是对它的限制 我们限制刀在坏人手里 我们管的是什么 管的是人不是管的刀 但现在刀和人长在一起 就是人工智能 所以说刀割刀技术并没有变化 对方质询来 下一个命题 对方质询刚才说了 我们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我们其实有经历过很多不同的环节 比如说对方质询刚刚提的工业革命 对方质询 对不对 工业革命是不是技术的发展 是啊 工业革命是不是新的意识的出现 是啊 工业革命有没有 工业革命出现的时候 旧的世代 旧的世代 有没有全部准备好 对方质询你没有听我立论吗 工业革命今天的程度 和人工智能发展革命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对方质询 对对对对 对方质询别提议 所以不能类比 对方质询不要提议 您方现在说的是程度 说实话 对于封建时代来说 本来是靠马车拉的 突然有蒸汽机的出现 突然有器械的出现 对方质询对原来人也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全新的革命 有什么区别 我方质询您说了 第一能量不一样 第二应对的能力不一样 对好来来来 对方质询来往下说 我们从刀跟 我们从原始的 只是只能摘取果实 只能狩猎 到刀跟火种 是不是一个能量的变化 是 对都是 我方质询 对方质询 从器械到机能的出现 然后到原来刀跟火种的状态 这个变化的量级一不一样 不一样 对好 所以告诉我们 我们再往下走 我们有新的能量的变化 不代表和工业革命本质有什么区别 也还是要看变化和变化的不同 对对对 变化和变化 是 那宁方下面就要跟我们论证 这个变化和那个变化 究竟具体有什么不同 不然宁方不能得正 我帮您说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 拥有希特勒式道德的人工智能 会对人类体验什么 来来 你帮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帮我告诉你 来换言之 我先问一下 对方质询 按照宁方这样说 是不是告诉我 如果宁方立场要得正 必须告诉我 人工智能必须发展出 像希特勒一样的 不然宁方无法得正吗 是必须不能像希特勒一样的 请问你 你发展工业革命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工业不革命 一定不会出现个暴君 因为他没有自主意识 可是今天人工智能 对方质询 工业革命的兴起 是资产阶级的兴起 资产阶级这群人 突然没有自我意识 宁方是如何论证的 资产阶级毕竟还是人 而人工智能不仅不是人 对方质询 宁方的意思是说 那他资产阶级是人 那个不是人 对方质询 你怎么知道 那个不是人 宁方告诉我 为什么人工智能会是人 我再举个例子 从奴隶制网 封建制发展的时候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奴隶在原始状态下 在那个时代 他们并不被视作是人 他们是奴隶 在奴隶的概念中 我们什么时候才觉醒的 到资本主义才觉醒的 我们在反思奴隶贸易的时候 我们才觉醒到他们是人 所以我们有这么长时间 他都不是人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事物 你为什么确定 他是人不是人呢 从生物学的角度 我们当然可以判断 奴隶和我们之间的差别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判断 人工智能和我们之间的差别 对 通常你靠大家相信 你宁方现在是不迎接新的智能 对不对 是 宁方要告诉我们 人工智能会是人 双方时间到 谢谢 接下来有请客方 出列一位同学 质询正方的变手 有请 时间请把握为三分钟 孙大贝友您好 您好 用回宁方刀的例子 请问刀有没有自主意识 刀 如果那个人使用它 人是有自主意识的 如果有人使用它 那今天刀有没有自我意识 刀目前没有啊 所以今天人工智能和刀的区别 是不是在于人工智能 多了自我的意识 所以是一个我们人类 不可控的因素存在 不对 因为你刀放在了不同人的手里 刀做的做事情也不一样 因此宁方今天控制的 其实控制的不是 人工智能 控制的是使用的人 但毕竟是在人类的范围内 而在AI面前就没有分 哪个人和哪种人 全部都是人而已 是不是最大的区别 AI也是另外一种人 是人的下一代 那宁方继续 宁方一会继续论证 为什么一个AI 拥有远超于人的能力 它依然还可以成为人的一种 那没有 接着问你 是人的下一代 用回宁方的刀的例子好了 刀我们不限制 那请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要不要限制 所以说都要没有 今天告诉我的 是所有的东西都要限制 车子也要限制 因为它跑得比较快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要不要限制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限不限 宁方的态度限不限 因为在您的角度里面 什么东西都要限 限不限就可能 限限 对啊没有 那就很奇怪 照宁方说法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也就是人来用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杀伤的不同 利弊的比较 让你觉得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需要进 你论这个人工智能 它不够智能 要不然 它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方没有 不够智能 是宁方一遍说 宁方一遍告诉我 它就是个大算盘 您现在要来告诉我 超智能的 这是对方没有告诉我的 人工智能 现在目前是这个状态 没有办法 所以我方确定 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 到底要不要限制 它的发展 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 和可能带来的收益 比如说刀和杀伤性武器 的比较 对不对 所以对 如果在您方的论证下 这个就是一个工具的话 可以可以 有工智能就不智能了 这样人工智能 它不就不智能了 它只是您的工具 跟大部分人上身性武器 是一样的 有没有任何智能 可以保证永远不出错 什么东西是一定的 永远保证 这个东西蛮难论证的 对方没有 我跟你明确一下 我方的论证义务好了 在今天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都可以 承认一件事情 是AI去有 毁灭人类的能力 可以吧 人也可以有 毁灭人类的能力 按一下那个核武器 也毁灭了 反正有能力就可以 那请问 在它具有毁灭 人类的能力的时候 在我们出于一个族群的 比较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它有这种能力 而我不知道 它会不会对我 产生这样的攻击 我是不是先做限制比较好 所以对方没有 你要跳脱出来 这个面提说的主体 你说是人类应该 我们应该在文明的角度看 要不然 你站在哪个位置上 说哪边的话 没有硬力 反正一下主方 反方 对所以对方没有 宁芳今天要论证 就是告诉我说 人工智能在任何情况下 不可能出错 不可能有为人类的任何福祉 宁芳的所谓的 全面不限制的 全面不限制 才有论证的意义 那宁芳给我论证一下 对了没有 我刚才论证过来 因为宁芳今天告诉我的事 什么东西都要限制 因为宁芳认为 这样的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 因为它有可能会损损人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 没有听到宁芳做比较 只听到了宁芳说好处 好 双方时间到 好的谢谢 接下来进入陈词环节 首先由主方 陈词时间为三分钟 请把握 谢谢主席 我们来回应对方 今天开场两个论点 对方的第一点 告诉我们说 人工智能当中 有可能会有杀伤性武器 有可能会对人有危害 所以说我放在质询的时候 问对方一个问题 就是刀要不要限制 所以说管制刀具 和我们研制去制刀的技术 金刚萃取的技术 打磨的技术 这样的发展要不要去限制 这也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去论证人工智能 这样的一个技术发展的时候 这两件事情是有不一样的吧 我们去做一把刀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在精益求精 要去做那个强度最高 韧度最高 但是最薄最锋利的刀 做出来是什么 是艺术品 但这个跟我们 把它变成一种管制刀具 给谁来使用 我们不让人去用 这是有差异 刀很锋利会伤到人 但不代表制刀的技术 这样的发展 应该被限制 这是第一点 对方便有第二点 跟我们说的是 叫做工业革命以来 我们有大概200年的时间 英国需要来解决 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人工智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新的事物发展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应该去怎么限制 所以要准备好再来 是的 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 大家的确没有准备好 对这样的事情的认知 也并不充分 但是大家有 扪心自问一个问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底是更早来好呢 还是更晚来好呢 大家第一次对于工业革命 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很恐慌的 大家当时做一件什么事情 第一次有火车 在中国的大路上 啪的开的时候 大家是很惊恐的 哇 这个东西会震到我们的龙脉 所以说我们要用马车的来拉 第一次我们在国内的时候 看到有小汽车的时候 老佛也说不行啊 你怎么能有人 坐在我前面开车 我没有准备好 不好意思 这个事情我心理上 完全没有准备好 因为当时的人的认知 是有局限的 当时我们害怕了 有人触及我们的龙脉 当现在对方 被有的意思也是一样 害怕有人工智能 触碰到我们的人脉吧 可能触碰到我们的人脉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样的一个限制 其实是时代角度的不同 带来的 好 最后一点来回应一下 对方最后说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叫做 我们跟人对立了 这个问题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是 我们最想来讨论 其实我们想说 角度不同 带来的看法不同 我们讨论的问题是 人类应不应该限制人工智能 这个问题 其实很像我们在法庭上 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 这个时候 有一方是人类 大家都是人类 大家自然地会说 我当然应该限制了 我害怕的 因为有有一些风险 但是大家看 作为我们如果放在文明的视角 做在第三只眼的视角 我们先想想一下 如果在二战的时候 盟军去登陆 去打希特勒 希特勒的角度上来说 我当然应该要去反对盟军的登陆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希特勒应该反抗盟军的登陆 这句话很无聊 因为我们从整个人类的视角上来看 希特勒是不应该反抗盟军的登陆 因为这样会保护更多的人 这就是这样的概念 我今天说 我就应该举摸美气 那你们也不会同意 对不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说是很无聊的 在人类的角度 群体的角度上来看 是不一样的 时间 好 谢谢 感谢包奖号 好 那么接下来 同样反方客队 还有三分钟的陈词时间 请把握 好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刚在跟对方的质询中 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 刀可能没有受到那么大的限制 但问题是 如果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比如说生化武器 甚至是原子弹的话 就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很多国家的核技术 你连发展都不要想发展 为什么 因为同样 因为同样都是武器 它们带来的杀伤力 差得太多 所以我们可以明确 人类的一个态度就是 一个东西对人类 有可能造成的伤害更大 它就更应该受到限制 那我们今天来看 人工智能 它为什么会给人类 有这样一种 巨大的潜在风险 从两个层面上来看 第一所谓的能力上 对方贝友刚刚也告诉我们了 对方二贝友刚刚也承认了 人工智能是具有 毁灭人类的能力的 因为它 钢铁之躯 不怕疼痛 然后能扛 能加班 是哪点不比人类厉害 不管是揍你 还是替你加班 抢你工作 貌似都绝对不是 人能够抵抗的东西 所以AI是有这个能力 去伤害人类的 那至于有没有可能 对方说不会 如果有的话 那就不够智能 对方贝友 问题是这个不够智能 是你站在人类的角度来看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人类踩死蚂蚁的时候 有没有会在意蚂蚁的道德观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差得太远 对我而说 根本就是一个不同的物种 而今天人工智能 它和人类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它拥有永恒的时间 它有巨大的能力 人类的一切价值观 在它面前 很可能是 它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的 你们人类要活个几十年 还要最后很痛苦 那不如我先送你上路 这很可能就是 他们会想的东西 因为观念的尺度不一样 以至于人类 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 AI到底在想什么 AI还可以自我复制呢 人类可以吗 不行 所以从这个可能性上面来说 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 哪怕再小 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性 人类作为一个族群 它想要活下去 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就是在尽可能地 去扼杀这样的可能性 尽可能降低这样的可能性 也就是我方所说的 要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接下来他又说 你这个还是太 种族对利了 你这个不对 那没有问题是在于 人和AI 今天最不对利 老实说不由人说了算 你知道吗 我当时想融进AI AI理我吗 它如果真的和人一样 它觉得你这种 只有几十年的 还一身肥镖的生物 硬要融到我们里面去 我们有流线型的身材 那我也很尴尬 我融不进去 所以宁方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于 你把一切都过于理想化了 你当然可以说 人不要和AI搞最利 我们几十年后来看 说不定又是一条好汉 那万一几十年后来看 你连命都没了呢 所以宁方今天的比较通片 都是在于做出一个 非常美好的理想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求真 我们要上的那个科技发展的角度去进步 那没有 可是科技的发展 难道就完全不受限制吗 我们举了那么多武器的例子 我们举了那么多实验过程中 不允许虐待的例子 这些科技伦理 不就是宁方所谓的 科技全面发展之中 也必须要受到的限制吗 最后宁方说 我们要追求一个 就是看看AI 到底能够发展什么样 最后也可以 但问题是这个决定 不由你们四位说了算 而要交给全人类来说了算 而全人类在面对这种很有可能 也很有能力去灭杀人类族群的 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相信保守点的选择总是不会错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双方的陈词 那么第二个阶段现在也结束了 三位评委可能需要适当的表示一下态度 如今的倾向 直钟老师选择的是反方 另外两位 碧君选择的是正方 汪友同学 OK 好 暂时放弃 那不如我们从直钟老师开始来 点评一下中段上半段的双方的表现 上半段之所以前面都不太容易表态的原因 是因为双方讲的东西不一样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对我而言 比较核心的那个 就是正方所讲的那一句话 就是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 当成下一代的人 那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就算下一代人毁灭了上一代的人 也不是个问题 因为人还存在 只是没有讲那么绝对 可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意思在的话 上半场有好多争论 其实是不用再往下争了 因为刀的例子 我们听了好多遍了 对 那只是这句话 我目前我所接受到的讯息 能不能接受 这是我现在表态的重点而已 对 那不是说就不能接受 只是我现在所接受到的资讯还不够 对 那在没有更好的 听到更漂亮的说法之前 那反方的是最容易理解的 反方是最容易理解 就是人造出来的东西 总被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依规 OK 这是我现在表态的原因 好 那么毕军你现在倾向正方的原因又是怎样的 来 第一个Mind 就是这个倾向不代表我现在觉得厂商局势是正方占优 我只是觉得在正方开出了一个不那么寻常的论点的情况下 有两个问题现在是我非常想要听到的 而且我觉得反方在这个 先说正方这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刚刚直中学长说 就是从真正思考引出什么才是人的情况下 下一代人工智能是人 第二点就是从利论结束以后 其实两方的那个 开题都开得非常明确了 就是今天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要不要发展的时候 立足点或者说为的福祉 究竟是文明还是人类 然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方在 刚刚的陈词最后一段是有推进的 他有去触到说 我真正要考虑的不是人类暂时的福祉 但是在反方这一块 就是我并不觉得你们在交锋 或者是某些问题上是战劣势的 只是我希望更多回应而已 对 谢谢 好 谢谢 很显然现在场上的这个局势还是比较胶着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很快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环节 就是最高潮的环节 不过在此之前呢 还是要允许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大赛的独家冠名 时代中国对我们比赛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感谢联合承办方 北城青年对我们赛事提供的帮助 好 那么闲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三环节 转 首先呢 双方会各派一名变手 由正方主攻质询反方接受质询 对 接受防守 然后当场上的评委呢 有两位的票数归于其中一方的时候 另外一方的变手被KO 然后由一名替补队员上场 如果呢 当场上任何一支队伍出现两名队员都被KO的情况下 而剩下站在场上的一方又是碰巧是正方的话 他们可以用余下的时间来进行陈词最多可达三分钟 好 那么现在首先有请双方首发的队员出列 起立 有请 好 那么时间开始交由正方 请把握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游戏啊 这不完全跟比赛有关系啊 请问那个博文你有可能生孩子吗 有 那个你生孩子有自主 孩子应该有自主意识 如果他不会太缺陷 是 没错 而且我不会限制他 对对对 他会打你嘛 他会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 对不对 那你要生他嘛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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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 我们回到变题啊 请问 我们这么说好了 人是从猿人进化过来的吧 没错 是不是 人是新的猿人 对不对 是 猿人跟人的概念不完全重合嘛 不完全 对不对 我们可以区分这个叫猿人 这个叫人 但真不妨碍人是新的猿人嘛 是 对不对 好 所以换言之 在宁方的角度里 我们现在开一个语境哦 大家我们新一个新的遍题叫做 猿人应不应该限制人的出现 应不应该 人不是猿人的造物 如果猿人有机会来限制人的话 他也会限制 其实也能算造物 怎么也算他生出来的 这不是他创造的 是自然的选择跟进化 对 对 对 只能说 只能说我们可能不是他有意创造的 但是准确来说是他创造的 来 先别急 请问不管是不是他创造的吧 从你感觉来说 那猿人应不应该限制人的存在 我认为应该 因为进化是 听我讲的这句话 进化是充分国益 而不是半途而废 对对对 你刚才让我们人类戏疗 半途而废 干脆让一个新的物种出现 但是这样子的概念 在人类现实社会是行不通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人类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因为他们可以作为更先进的文明 来占领我们 对吧 没有 首先 日本文明并没有比中国文明高到哪去 这个是第一点 按照你方的讲话 先别急 先别急 我们往下处理 请问按照您这样来说 资产阶级在面 封建阶级在面临资产阶级来的时候 是不是新人类 我们认为他应当充分抵抗 充分抵抗 没错 好 充分抵抗的角度 是不是你站在封建阶级的角度 对不对 不 是站在文明的角度 站在文明的角度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阶段究竟是什么 人类人工智能是不是下一个阶段 不知道 要看人类充分抵抗之下 他还能够生活 对吧 没有 往下来理解 按照您方这样的说 我们起码为了保守的原因 我们不应该让他超过我 我现在没有说保守的原因 我说人类文明的原因 这是您方刚才一遍说的 没有问题 我说二者不矛盾 既然保守我们要充分抵抗 而充分抵抗之下 你还能出现真正的下一个阶段 对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抵抗 但是我不让他出现 对 对吗 对 所以按照你这个道理来说 希特勒应不应该抵抗盟军的登陆 应不应该 或者说我换一个说法 他可以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有序地出现 好 所以按照您方这样的说 希特勒应不应该让盟军登陆 希特勒应该让盟军 在他控制的情况下有序登陆 你这个直播是政治 前后登陆 你这个直播是政治立场上的挑战 不 慢慢登陆 怎么登陆呢 登陆 登陆 双方都可以充分抵抗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我们今天真正要看 所以说 我问你 那希特勒应不应该 主导盟军登陆 应该 应该 那是希特勒的角度 请问从人的角度来说 希特勒应不应该 主导盟军登陆 我觉得没有一个抽象的人的概念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 应不应该主导盟军登陆 我觉得没有一个抽象的人 还是没有 所以说 您方认为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可以说一件事情 希特勒 你应该阻止盟军登陆 你现在站在一个上帝视角 如果当时反过来问你 中国人有没有权利抗日 你都要回答 他们应该抗日 你应该抵抗 没错 同意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说明一件事情 你那个视角和我那个视角 两个视角哪个更好 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吗 没有问题 好 请问你 罪犯 我们在审判他的时候 从罪犯本身而言 他喜不希望不自己被判刑啊 他当然不希望 所以我们才有议师 对吧 他有辩护制作 他有法刑 对 所以说换言之 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 我们判这个案子不能用罪犯来判吧 对 我们应该有第三方来判 双方充分的博弈 双方充分博弈 最后谁判 法官判 对 法官判不是罪犯判嘛 对啊 所以说 虽然是自然来做选择 而不是你自己主观上觉得 人工智能是下一个阶段 对 所以说 给抹杀 你没有这个权利 按照对方便有这样说 就是我们应该让人工智能充分的出现 来判断一下他跟我哪个好 对不对 人类要充分的博弈 所以博弈的方式可以通过限制 好 没问题 现在反方对正方3比0 正方选手被KO 替补商场 谢谢 正方请开始 请问博文 你好 请问您 现在人工智能呢 和生小孩那个利益 你觉得人工智能呢 现在是生不生的问题呢 还是管不管的问题 我觉得人工智能压根不是我的小孩 所以 隔壁家老王的孩子 他要打我 我能不能还手呢 诶 那换了你的说法 隔壁老王是从哪来的 隔壁老王 我怎么知道 诶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你创造呢 不是啊 也不是你创造 那你限制个啥 不是 问题是他的孩子要打我 诶 你限制他的发展 但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你告诉我限制个啥 是这样子 如果隔壁家老王 他能够受到我的限制 受到现代法律的限制 所以 你不要伤害我 我当然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我只想知道 你现在连创都没有创出来 你跟我说我要限制个其他的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从哪来的 问题是创出来又来不及了呀 我们只是要可以练负面清单 那哪些地方他不可以去 所以现在你说的是 创出来之后来不及的这个问题 另方讨论的是这个点 而不是说我要不要去创这个点 对不对 另外两个方面 你方任何通过 换句话 听我讲的这句话 我就讲完这句话 就说 后面不让你说了 好 你方任何想要通过 人工智能实现的目的 最终都会成为限制他的理由 因为其他的地方就走不了了 所以说 您方任何限制他的理由 都有可能会最后 是为我们促进他的目的 我也没那么理解 没错 对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你想达成的目的 那你还要限制 为什么 这个我不懂 所以还是回刚刚那个问题 因为目的 您方告诉我 到现在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阶段 人工智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一个目的 解决某一个目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您又跟我说 它是天外非先飞来的 所以说您方觉得 这就是我们应不应该去解决一些目的 什么叫应该解决一些目的 我没有听懂 对 您方也说 人工智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但人工智能在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 您方觉得这个问题应不应该解决 应该被解决 比如说像现在科研的问题 它可以帮助 您方觉得这些应该被解决的问题 是不是单纯的只认为说 对人类好 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 这是人类道德跟伦理的基本的 一个建设的基础 所以说 今天我们在探讨 在今天我们在探讨 一个审判一个犯人的过程当中 您方可以充分的为他辩护 但是换句话说 今天我们评判一个事情在法庭上 评判正还是反 是应该完全 法官来做决断 法官来做决断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您方说 发展人工智能 限制人工智能 对人本身好 能论证 对于这个世界和文明来说 就不应该限制了吗 类比回法庭的例子 你方意思说 如果这个犯人 自己清楚自己有罪 他就不应该辩护 您不应该要求法庭审判他 接约社会 听听听 应该充分辩 但法官不应该判他赢 如果他真的有罪 所以我方 我方只要论证一点 就是在于 人工智能 如果真的对这个世界好 那您方 那就应该判我方赢 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的 前提是前面有个无知的过程 是在你实体审判之前 你不知道谁有罪 就像在充分博弈之前 你不知道谁是下一个无种 是是 所以你要充分博弈才可以 所以您方其实本质上说是顺其自然 不是顺其自然 充分博弈 当然你说博弈是自然的 那当然可以顺其自然 按照您方的观点 您方首先在开篇的时候 告诉我说叫限制不住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没有说限制不住 可以限制得住 人类现在以各种方法 正在积极地限制人工智能 对 那换句话说 如果可以限制出来 那就不太会出来了 如果可以限制 它就会以一种人类有序可控的形式出现 那你担心什么 但这个情况下论证的是应该限制啊 我不是担心它的出现 我是担心它不受限制的出现 所以换句话说 您方觉得 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出来之后 也可以可控 那你为什么要限制它 可控的意思前提是我限制了 他才可控 如果我不限制 他就不一定可控了呀 场上形势出现变化 反方对正方2比0 正方选手被KO 由于最后场上存活方为反方 因此该环节哪怕仍然有1分38秒剩10 但是也即告结束 好 那么现在 这个环节 双方显然是出现了 这个场上的这个变化非常剧烈了 那么看来现在的评委 应该会有不少话想说的 来 哪位 网友吧 网友吧 我觉得反方有一点特别打动我们 就是充分博弈 所以我希望听到正方能回应 我们如何搞定这个充分博弈的问题 就是人工智能在发展当中 他一定会想想跟我们博弈的 他会想限制我们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跟他博弈 我们为什么不限制他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反方非常好的一个点 希望正方在接下来的意义足足 我这边有一个好奇 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 一直会听到同一个词 就是说虽然对人类不好 可是对这个世界不好 对这个世界好 我不太能够听懂这个词 我不是说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 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 是我还听不懂这个词 什么叫做对人类不好 可是对这个世界是好的 因为我很难想象 就是这时候谁来判断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 所以我需要听到比较多的正方的解释 必须有没有想表达的 OK 其实跟直中学长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正方举了很多 我们应该站在第三方的例子 但是这些例子 其实都是符合所谓的 要去为人类的福祉 而去做更大牺牲的那种例子 就是至今还没有给我一个 所谓世界的或更高的 高于人类物种的视角的标准去做 所以就是刚刚跟直中学长一样 我不明白这个世界更好 就排除掉人类的福祉之外 还剩下什么 好 那么现在时间也进入到 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环节 就是合 既然采取的风格是深入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五分钟属于各自的时间 各方都可以派两名队员 以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演绎 那么首先 这五分钟的时间 将交由各对方来进行 那么请 请你们准备好 然后接着 随时可以开始 你们的五分钟表演 有请 各位好 黑格尔说 人类从历史当中 学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类没有办法 从历史当中 吸取任何教训 接下来我只讲事实 事实部分交给我 事实 19世纪末的最后一天 物理学家凯尔文勋爵说 人类世界的物理学大厦 已经建设完成 剩下的后辈物理学家 只需要进行修缮工程即可 我们曾经认为自己掌握了规律 20世纪初 相对论 还有量子力学横空出世 成功地证明了 传统经典物理学 在宏观的绝对时空观当中 以及微观层面的不可信 还是事实 昨天你们来的过程当中 其中有一个人在路上 踩死了一只蚂蚁 但是这并不是因为 你们不理性 也不是因为 你们跟这只蚂蚁 有任何的利益冲突或者过节 单纯的是一个随机偶然的事件 还是事实 刚才都没有在场上说 人工智能不会伤害我们 因为会伤害我们的人工智能 它就不够智能 因为人工智能 跟我们没有利益冲突 所以我没有必要担心人工智能 事实 1942年奥本海默参与了 将核裂变技术用于原子弹的 麦哈顿计划 1945年 原子弹被用于二战 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 全人类都生活在 可能世界毁灭的恐惧当中 而距离二战结束至今不到30年 事实 2018年的今天 美国跟韩国正在积极地研究 人工智能运用于自主武器的项目 而这个项目受到了全世界 116个顶级人工智能专家的限制 事实 在圣经当中记载 在伊甸园当中 蛇问女人说 为什么这个树上的禁果你不去吃 女人说 因为神说了 这树上的禁果你不可吃不可碰 碰了你便会受罪 蛇说 你不妨一碰 如果碰之后 你可能会得到智慧 于是 人类从伊甸园当中降反到了世间 事实 刚才对方没有在场上说 人类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获得智慧 人工智能不值得我们担心 不值得我们限制 事实 15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智人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 当时世界上还有其他的物种 还有尼安德塔人 还有丹尼索亚人 5万年前 人类获得了更高一级的智能 就是掌握了语言跟抽象滋味的能力 但是 5万年前 人类开始消灭 消灭丹尼索亚人 4万年前 人类开始消灭 尼安德塔人 事实 2018年的今天 人类正在研发一款 在智能上超越人类百倍千倍不止的人工智能 事实 人类没有任何理由相信 人工智能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人类应当限制人工智能 接下来是价值部分 总算有机会说话了 我想关于事实的部分 我们今天正反双方已经交战了很多 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要回应 就是 似乎对方便有今天试图站在一个超越人类的价值基准点 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对方便有说对人类不好 但有可能对世界好 但我方认为第一 辩论赛本身一定有一个价值基准点 这个价值基准点就应该是人类文明 为什么人类不应该站在超越人类文明本身的价值基准点来探讨辩论 探讨话题 因为你有可能进入上帝视角 但是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我们这样的探讨究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很混乱 我认为于辩论这样的人类活动而言 不是我们这种思辨应该去追寻的 更进一步 对方便有 您看底下评委疑问 我们人造出来的人工智能 下一代也是人 所以它象征了人的发展 所以无所谓 对方便有这句话里面 包含了至少两个限制 第一 人工智能 它下一代也是人 你认为它是人 这是第一层限制 这个人工智能 必须得是能融入人类文明 现有的人类文明 或者说与人类现有的文明之间 彼此没有发生激烈冲突的 这样我们才认为它会是下一代人 很难想象 如果您生了下一代的孩子 生起来那一天 天打雾雷劈 然后飞天遁地 飞沙走石 把你们全家都消失不见了 然后你说 反正是我孩子 所以这还是下一代的人 对方便有 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然后 对方便有 还有一个限制也发生了 叫下一代 这个人工智能 它得承认自己是下一代人 或者人类得能够坚强地认为 这的确是下一代的我们 我们人类会承认 我们是下一代黑猩猩吗 不会 恐龙会承认 它是下一代的三叶虫吗 也不会 只能发展的限制 如果它不能融入人类的文明 它就该被限制制 但是对方没有说 我不限制又能怎么样 为什么一定要原来基准 我只能最后说 我很珍惜今天 这么多人 站在一起打比赛 还有这么多人 在底下做评委 判文比赛的这个情景 如果有朝一日 他们都换成人工智能 哪怕它是我造的 我也开心不起来 大约就只能如此了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最后的五分钟 交给正方的两位选手 共同演绎 请把握 辩论下要有基本的基准点 我认为这个基准点 就是不能设基准点 如果我们设置这个基准点 使我们的价值不可破 甚至正如对方一遍所说的 我并不知道 人类如何去界定清晰的正义 清晰的高等价值 清晰的一切东西 然后你说 不行 但是我们要捍卫这个价值 这个价值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你就要捍卫 这不才是我们要辩论的原因吗 通过辩论 我们才能知道 我们在捍卫什么 对方没有 给我们攻击的第一点是说 我们要让人与他充分竞争 对方没有 你知道充分竞争是个很明显的经济学概念 自由市场是充分竞争的 充分竞争能够加限制吗 对方没有的意思是说 但是我是里面的人呢 对方没有 你没有充分竞争 我们刚刚举的法庭的例子 控方和辩方 原告和被告 你说 我让他辩 但是 原告可以打被告 原告可以把辩方的那个嘴堵住 不让他说 对方没有 您方在充分竞争吗 您方没有充分竞争 您方彻头彻尾跟他说 我不想跟他竞争 我以不想跟他竞争的方式 与他竞争 对方没有 没有误尽天择 您方自己的利润破了 第二件事情 您方担心的是什么 他会害你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方从来没有说 他一定不会害你 我方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想想 如果他会害你 他有可能害你 他且比你强大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想法 会不会觉得 你是不是先不要太害他会比较好 是更容易不害你吧 对不对 如果你从头到尾都在害他 他只要一旦出现一定害你 好 再下一个问题 对方Bill 出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对方刚才截辩说 我们人是什么呢 人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会超越自我 去追求更高的价值呢 在座的各位 可能都打过辩论 我给大家几个最明显的例子 莫纳士大学辩论队有很多老辩手 其实当年在出国的时候 中文的基础没有很好 或者中文的环境没有很好 有些老辩手 他是在中文辩论队待了四五年 但是他打得很烂 他打得非常烂 这时候产生一个问题 他创建了莫纳士大学中文辩论队 这时候有个新的人进来 这个人叫包江浩 那个老辩手就是打结辩的 他有个问题 他要让包江浩顶替他打结辩吗 按照对方便有的说 从我的角度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开的 从我的角度 我是怎么都不会让包江浩打结辩的 是呀 正因为有这个角度 人类就不可能往下发展 是因为有这个角度 摩纳士大学中文辩论队 今天就不会站在这个名人堂上 为什么站在这个名人堂上 为什么人类能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 人的使命是什么 人类以往被DNA所控制 人类以往被神的概念所控制 你是上帝的羔羊 可终究有一个启蒙时段来了 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你不是神的羔羊 你是自我的主宰 自我主宰在哪里 在你的脑子里 你的脑子现在可以更好的发展 正如你一方所说 你知道他有自我意识 你知道他会比你思考的更好 只是你不愿意 你说我要安全 我要保守 Dong Bill 太狭隘了 我们接下来来聊 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会天然的觉得限制很正常 其实刚才李廷说太狭隘 原因也是很简单 人类中心论这样的想法太狭隘了 我们永远都想告诉我们所有的物种来说 我就是万物之灵 我就是万物之灵长 可是你们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吗 就是说你凭什么是万物之灵长 我今天在万物的竞争当中 我是可以又做法官 又做控方 甚至还做辩方 所以对方今天跟我思考所的是 我可以来判 我也可以来变 但是这种问题当中 他就没有充分的博弈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人 是万物之灵长这件事情 似乎大概其实也没有那么长时间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 我们接受这个概念也没有很久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 可能一万年的时间里面 但是它是短短的一万年 实际上是在历史的长几十万年当中 只是很短的时间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 可以有一种更加理性的 更加精确的 还有一种更加有力量的东西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延续人类的文明 或者说延续这个世界的文明 它超越的不是人类 超越的是人类的狭隘 以上 好 那么今天这轮比赛的全部属于选手的时间 就即告结束了 那么现在请三位评委将面前的转盘归零 然后我们一起来等待评委 对于这场比赛的整体评价 我将倒数三声 然后请三位评委一起做出心中的选择 好 三 二 一 反方 对正方 三比零 那么下面 从毕军开始吧 那个 做做评价 抛砖引语吧 就是 其实正方到最后一点 是有稍微去说 在人类文明使命之上 在人类之上 在生存之上 我们有一个叫做延续文明的使命 但是第一是出的过于晚 第二是 其实我会觉得 就是在反方一个非常自洽的论证体系下 在短交锋的过程中 我会觉得反方其实完成了他们的论证使命 而你们是 这里补一块 那里补一块 给我的感觉是 错过的东西太多 以至于后面补的东西不够全面 这样子 第二点是我会觉得 对于 人工智能的论证 或者说不够 给我能够画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让我去想象 比如说文明的使命有很大 可能我们人类追寻的 很多的 你只有三维 可能你追寻世界的时候 你的真理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就好像蚯蚓不能见到光一样 这个例子用什么变了 就是你是一个三维体感的生物 你怎么可能 在多维宇宙里面感受到 你真正想要追寻的真理 有可能 你就是不能描述光的那个蚯蚓而已 对吧 但是人工智能可能发展以后 它能够把你很多的 比如说生命是什么 然后那个什么 正义是什么 你的价值可能一瞬间在内就解决了 这好像是发明出那个 就好像是下围棋的机器 它告诉你可能没有人类的棋谱 它自己去学习训练 比你下的更好 因为可能这么多年来 人类就都误解了围棋这个文明而已 对 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些东西延展的更多 就是告诉我 其实比生存 哇 生存只是一个多么多么低的视角啊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辩论场上要不要基于人去讨论这个东西 我是可以接受双方都去扩展的 但是因为你们东西出的过于晚 然后给我描述的图景实在是有点破碎 所以我不是到最后 就是被反方一个非常非常自洽的论 就是占据了整个的判决的一个决定 对 网友 我其实两番论我都觉得挺好的 而且后面正方确实有几个点打动 我们要站在一个更加大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但是我想说是我毕竟还是一个人类 就是那我站在如此大爱去圣母的角度 对我也有点什么好处吧 就是你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为啥要去干这件事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给我们解答的一个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反方的论证逻辑 从体系从头到尾都是很好的 举出了非常多的实力事件 就是很有说服力的 正方举了很多类比 但是我其实更想听说 正方举能不能举一个人工智能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特别多的类比 类比是好的 但是我想听到事件本身 最后呢我就想代表广大观众 说出一个我们现在在现场观赛的一个新声吧 就是请直中学长说话 好 直中学长 大家好 那这是我第一次评这次这一届的老友赛 然后我之前就听说这次赛制啊什么东西 有做了很大的调动 刚才见识到 所以我刚一直在听从主持人的指挥 然后转那个盘 我先讲这个赛制很不错 有一个最大的不错的是 我们中途可以发表意见 不然我非常担心 我会一直到刚才都还在听那个刀的类比 就是不然的话 那个东西大概会一直打到结变 以至于我们会很痛苦 所以这场比赛的前半场跟后半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两场比赛 前半场双方还在彼此试探嘛 对不对 然后可能对一个点绕啊绕的 想放掉又不好意思 对不对 想攻防又不确定裁判还在不在意这个点 那后半场就大家知道裁判在意什么了 就打得特紧凑 那我是不想归功于我们自己啦 还是由于那个选手真的很棒 然后我很喜欢正方的这个点子 就是因为在打这个题目的时候 一般在想象正方会打什么的时候 大概我们都能够想象 然后正方能够提 你把人工智能当成下一代的人 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然后很多事情就不用讨论了 就不重要了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 只是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辩论赛嘛 会从这个创意之后 我们要看后面的执行 这个执行一定是非常困难的 你知道吧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 非常有创意的 的点子 前面从来没人用过 多半都是因为它执行起来 非常困难 那没办法 那个真的是另一回事 那返方 就不用讲了 文杂文杂 我很欣赏返方 正方说我们打辩论不应该受限 我同意这一点 我很同意这一点 所以我有在听你们讲的时候 我试图在脑筋里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假设在打别的辩题 而我现在脑中抛开了人类的视角 比如说这个上 如果我有一个明确的铁证 神不存在 该不该要宣布 现在我不以人的角度 我在想 那这个题 我可以接受还是不接受 后来发觉不重要 如果我 我会发觉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题目 对不对 因为如果不从人的角度 它讲跟不讲 关我屁事 对不对 我在想 婚后遇到真爱 该不该离婚 这也是一个变题 对不对 如果抛开人的角度 我是一只蚯蚓 人类婚后遇到 遇到 关我屁事 我会发觉非常困难 我不是说做不到 我会发觉非常困难 以至于我一时想不到 如果抛出了人类的角度 绝大多数我当时一秒钟想到的变题 我可以觉得这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想不到 如果你们能够帮我 再告诉我一个这样的价值 哎呀我告诉我 抛开人类视角 对辩论是很有帮助的 想这个题 想这个看法 抛开人类视角 就会觉得以耳目一新 我会觉得 哦特有吸引力 可是因为难 因为只有这题 你们要求这样打 别的题 不建议 不见得你们都会要求这样打 所以我在想 你们刚才这个说 所以我们打边的人 不应该被人类视角 限制的这一句话 我能不能完全同意 我会觉得我内心觉得有趣 可是我理智上想起来 不太能够同意 当然毕竟辩论嘛 可是不是说这个点走不通 只是在这场比赛中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我最后的评价 而且 我不好意思 这个跟比赛就无关了 照今天比赛这种讨论方法 可以应用到好多的戏剧里头 你想想看 我们不是有常有那个美剧 叫做行尸走肉嘛 你就不要抵抗那个僵尸了 他们就下一代人类 你知道 对 那不是刚上演一个 侏洛记公园吗 对不对 不是恐龙跑出来吗 那也别抵抗那恐龙啊 他们也下一代人类 就是如果都用这种思维 的确世界会和平很多 因为好多是好多剧的结局都可以 那不是有那个打个响指的那个灭霸 我们台湾翻译的萨诺斯 对不对 他也下一代人类 就用这种方法 的确在冲突当中 可以让失败的一方心境平和很多 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以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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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位辩手 以及3位评委的精彩发言与表现 那么首先呢 先请辩手们和评委们 从后场离席 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的结果呢 同样的 评委的观众 评委的意见 只是评委的意见 但是最后的结果 还是要由观众们来决定 所以呢 请把握好手中的选票 然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到门外进行投票 接下来 我们下一场比赛很快 可能在半个小时以后 就会继续进行 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直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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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